各位觀眾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問必答 身邊嘉賓都是Anno跟你聊天,早安Anno 你好,聽電話好嗎?請問王太太是否在旁邊? 早安王太 請問7777,之前我通過過6億都通過過的這些議員 他說我們繼續持有的,因為他說從中國的資訊有溝通 但你現在這樣做,我不明白原因是怎樣 還有一隻港幣,1776港幣 1776港幣 我24港幣賣的這些議員 好,兩隻不同的版塊 或者我們先跟進,就是中國光纖線 Pino3 我三個一買的 好,中國光纖,Pino3,777 股價今日急射三成八落尼 低位見過804只要位置 情況令人非常擔心 說裂口低開,究竟發生甚麼事? 原來有沽空機構暢談他 來自Amazon Analyst這間公司 就說他們的集團的業務和財務資料 可能就作出一些評論 簡直是當中有些消息出來 一定影響股價的情況 一個做淡的報告 令股價急射三成八 其實市場都比較擔心 通常這些沽空機構出來的話 是避無可避,根本就走不及 暫時又怎樣部署,可否等等 希望勢頭的跌勢可以收窄 比這些沽空機構追擊 的確相對比較難處理 因為始終講第一方面 在個案來說 看到沽空機構追擊員的股份 整體的表現通常都會比較差 甚至後製來說 再進一步下跌的機會相對比較大 但是也有些例子 看到被沽空機構講完之後 公司澄清了,或者有相關作實之後 的確有條件做到一個比較大的反大 所以這些位置處理就會比較尷尬 但是再看中國光纖這間公司 的確沒錯 從業務上講 他們跟內地的電訊商 的確有比較多的合作關係在這裏 但是這正正是問題所在 始終講了 跟內地的政府機構部門上 合作相對比較多一點 如果說沽空機構牽涉 其實這次也有講到的報告上面 可能會有機會牽涉到造假等等相關的消息 在這裏 所以這方面對股價壓力來說 其實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 之前由這些高位拿到這麼久 我相信要上去那些高位 就會很困難的 但是暫時來說 看看股價今天的表現上面 看到今天低見八毫四仙這些位置之後 現階段跌幅都有所收窄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策略上面 或者怎樣部署上面 沒有太大的衝勁 但是暫時來說 我覺得只要不再穿回今天的低位 我建議八毫子這些位置做止洩位 不穿八毫子 暫時來說 都可以繼續拿著 後市來說 如果你看看怎樣看 我覺得真的要抱一個大衝勁 我覺得始終業務上沒有太大的衝勁 如果後市能夠反彈到 可能過二過三這些位置 我都建議盡減遲或者估出離場 好 還問一些勸商股 是嗎 黃太 你想問1776港法證券 24元左右拿著貨 是嗎 知道了 暫時股價不單止去 其他勸商股都比較令人失望 港法證券13.88 暫時股價是靠穩 我想你24元左右 就是IPO上的時候拿著貨 無奈市況調整 所以勸商股又跟著下來了 在數據表面上 其實都比較差 因為剛剛勸商八月份的淨利潤 看回環比繼續有下跌的情況 即是八月和七月做比較 繼續有下跌的情況 有些數字就說跌三成多過外 另外也預測回來 九月他們的勸商淨利潤 也比較差一點 所以就說 究竟勢頭是何時可以扭轉回呢 暫時是否要繼續捱價 內地的勸商股 我看法都會比較審慎 但這些位置可以繼續拿著 始終最大的衝勁 其實都是看回內地 會不會有舊市的措施出來 這些舊市的措施出台 我覺得對現階段的市況 是有條件做一個比較正面的刺激作用 如果大股能夠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券商股的潛在反彈的幅度 亦都會相對比較可觀 但如果你看回基本因素上 內地的一種勸商股 包括港法證券在內 由IPO這些位置跌了下來 跌得不少 這些位置的股值的確是吸引的 但是就會留意 始終下半年 他們的盈利惡化的情況 會相對比較嚴重 甚至他們之前參與舊市的行動當中 面對著有多少投資 又會有機會面臨虧損 這個是一個不明朗因素 所以看法我會比較審慎 但是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這些位置會有條件繼續拿著 因為第一方面 雖然16元這些位置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但是你看回形態上面 現階段漸漸形成了一個上升三個形態 如果正如之前所說 後市有些舊市總資出來的話 我相信無論股市也好 講法證券也好 有條件做一個明顯的反彈 如果能夠突破16元這些位置 潛在反彈的幅度 我覺得有機會試回18元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我會建議將止蝕位置放在13元這些水平 不穿13元可以繼續拿著 後市來說 我覺得如果要減次 或者要去沽出離場 不妨等到升到18元這些位置 才去沽出離場 嗯 好 還有其他事情想問嗎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3777 只可以說去到這樣 價錢就要沽出 所以沒有前景 還是沒有問題 對於中國光纖 我自己的看法真的看得比較審慎 始終在過去那段時間 這些光纖相關的需求 或者是顧網方面的需求是比較龐大 但是現階段 始終市場都集中在一些科資發展上 我覺得始終在前景上 看法都沒有以前看得那麼精明 甚至看回他們最新的業績上面 都出現迎來倒退的跡象在 所以我想就算撇除這份沽空機構的惡意報告 本身的基本因素自己都看得一般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出現技術反彈 但到過二、過三這些位置 我都會建議減少 嗯 好 多謝先 這位朋友的電話查詢 下一位我們聽聽 請問李先生是否在電話旁邊 我想問8109 是否拆掉了 今天 早晨李先生 就是問8109這個股份 是否科稅控股 請問你本身有沒有說拿著貨的 有 拿了幾十五十萬股 明白明白明白 先看看 暫時股價是升百分之三左右 去到一毫三千二的位置 這間公司來講 先看看 它業務主要做一些解決方案 以及一些工程顧問服務 暫時來說 它說拿著貨 看回一些相關消息 今天除淨 9月30日二送一紅股 怎樣去分析它的前景呢 看回IPO上市的時候 都成9毫 現在我價位都調整了不少 的確 今天是除淨日 9月30日二送一紅股 所以未來來講 會派發紅股 派送日在10月16日 你說會不會有什麼很大的憧憬 很大的炒作因素在這 這方面我會有保留在這 但論公司業務上 看回公司近期來說 都在講 可能未來來來講 做一些展覽等等的合作 但這方面來說 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衝勁在這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如果有了貨的話 的確 這些相關的創業版股份 看到好像這隻股份為例 暫時來說 都有一個炒作氣氛在這 論技術走勢上面 表現都相對地不錯 暫時來說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握著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 看回今天的股價 一度衝高了上去 雖然跌下來 但現階段都站穩在10天 20天線樓上 所以暫時的勢頭來看 我覺得前景上都不錯 暫時我會建議繼續握著 可能把股價升到1.8% 在這些位置才去估出離場 嗯 好 都OK 因為它今天二送一紅股 那你二送一紅股 股價是會隨正 會扣少少少 但你說到派送日後 10月16日 它會派送一些紅股 整體而言 其實現階段賬面上 可能少了 但如果計算派送日 派出的股份 整體而言 就沒有一個特別的損失 嗯 因為你送紅股 多股數 所以那價調整了下來 如果你照計算 其實那塊錢都在那裡 就10月16日 應該會入到你的戶口 李先生 希望都可以幫到你 有其他問題可以再打給我們 麻煩你阿奴 做了兩節的嘉賓 在股票問題方面給我們一些意見 問回你 講的股份有沒有說哪些拿著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的環節 會和大家跟進氣車股方面 消息比較多 我們稍後再談